作为刚开播就被央视点名的电视剧 海青在新居中的演技真的很好吗 央视的一部人世间在开年打出了网站 樱桃 雷佳音 宋佳 新百青等等演员 给观众上演了一出大戏 演员演技在线 故事感人 因不少观众共鸣 作为接档人世间的新居也引起了热议 央视更是直接点名表扬海青演技和台词功底 这爆发力和感染力堪称全剧最佳 一下子就将多年不被接纳的怨气 和丈夫去世的伤痛表现得淋漓尽致 现场工作人员和导演也不禁红了眼眶 而作为对手的童谣则稍显冷漠 同样是失去至今 海青和童谣对比 观众们觉得谁更胜一筹呢 新居是海青与滕华涛导演 继双面交合窝居之后的再度合作 演技在线 剧本也可圈可点 不知道海青今年能拿到白玉兰吗 童谣都拿了白玉兰事后 海青却四次陪跑白玉兰 而且不巧的是今年他最大的竞争对手 无疑是樱桃的政权 在樱桃风神之作下 观众们觉得海青能拿到今年的白玉兰吗 海青每部剧都是爆款 为何四次陪跑白玉兰颗里无收 和海青相比 童谣的演技要稍微欠点火候 却曾经拿下白玉兰奖的时候 她是大江大河中温柔善良的姐姐 也是三十而以中要强的顾家 为何童谣能拿奖 为何海青却次次陪跑 海青原名叫做黄怡 祖上也是有名的昆曲名人 叔爷甘涛更是被各国大使赞成有加 海青从小就与梅兰芳 程彦秋等名门大家打照面 十二岁时海青便独身前往江苏省戏剧学校 用六年的时间从新人做到了领舞 然而长年的跳舞给她的身体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 1996年海青重拾表演 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成了黄磊的学生 但海青一期演话剧 虽然是话剧能手 却没有一部作品拿得出手 后来海青在一个酒桌上认识了一位导演 导演一眼看中了海青 他跟海青说 餐演可以 但是今天晚上你要陪我 海青当场变脸 直接将酒泼在了对方脸上 因为得罪了导演 海青很长时间接不到戏 黄磊心急之下就给他推荐了几部 后来他参演《玉观音》 与他一起的孙丽一炮而红 顺势开启了大女主时代 国民度一路暴涨 而海青直到六年后才凭借窝居 《媳妇的美好时代》 一系列电视剧走红 也因此被称为国民媳妇 然而在最红的时候 海青却从娱乐圈消失了 她嫁给了自己的高中同学 拍戏时海青就已经怀孕了 于是杀青后 她选择回家产子照顾家庭 海青的老公是一位银行高管 工作稳定 很支持海青的事业 于是两年后海青重新付出 身为导师的黄磊也是热心帮忙 俩人先后合作了《小别离》 《小欢喜》等影视剧 如今的海青接戏非常佛系 虽然不温不火 但是也是绝对不缺资源的 海青说自己不是明星 只是演员 有戏就拍 没戏就在家相夫教子 虽然没有白玉兰奖 海青的演技依旧受到了人们的认可 反而是她的一些言论和做法 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现写请温真荣吃烤鸭 在颁奖典礼上拖鞋 给郭敬明颁奖 一段发言拉上半个娱乐圈 声称自己比胡歌便宜 海青是真的仗义高情商吗 还记得海青在青年电影节上的发言吗 我们是一群非常努力热衷表演的女演员 我们在这个行业里一直坚持 基本上没有帮大款 也没有靠父母 但是我说一句实话 我们中的大部分人是被动的 市场题材各种的局限 常常让我们远离一些优秀的作品 甚至从创意之初就把我们隔离在外 或许是受胡歌开场白的启发 海青在手机上打了一大段发言 他先是在台上叫住了周冬雨别走 同时将宋家 梁静 姚晨叫上了台 并在演讲时当面念了出来 海青先是道出了中年女演员的心酸 同时又先后提到了姚晨和宋家 因为很多优秀作品一开始就把他们隔绝在外 因为这样的情况导致姚晨不得不亲自投资 监制才能抓住宋他上青云的机会 为了证明自己还很年轻 所以宋家至今不结婚 还叫我们叫他小花 梁静很聪明 他早早地转了行 他可以一边投资 一边看他老公是否有好的角色给他 同时他表示 虽然女演员好像出了拍戏什么都不会干 但是岁月给了我们阅历 我们一定会比胡歌便宜和胡歌一样好用 随后姚晨和梁静先后表态 希望导演能给自己一些机会 而宋家的表情却不太好 此观点只代表海青个人立场 谢谢 宋家是金英和白玉兰的事后 姚晨是金英和华丁奖的事后 而海青是金英和飞天奖的提名事后 但即使是他们这样的一线演员 也都面临接不到角色的困扰 海青的这些话道出了中年女演员的困境 然而却被不少网友批评为低情商 人为海青不分场合 这里是年轻演员的颁奖典礼 不是他用来吐苦水的地方 不应该让自己代表一群人 更不应该直接拿别人隐私说事 也难怪宋家当场黑脸 海青真的是耿直还是低情商 海青和150的郭敬明同台时 当场脱掉五厘米的高跟鞋 光脚踩地为郭敬明颁奖 海青还开玩笑道 听说一开于是很多女艺人 都抢着给小四颁奖 但有一个条件 就是一定要脱掉高跟鞋 小别离的电视剧发布会上 海青选了避孕套 给即将出国的孩子礼物 此举也引来了极大的争议 不过虽然海青的行为经常惹争议 但他对闺蜜却十分仗义 海青和温正荣是大学同学 也是好闺蜜 一次温正荣说自己想要吃烤鸭 没想到晚上海青真的带他去吃了烤鸭 吃完后温正荣问海青 你哪里来的钱 这时海青才说自己是跑去献血了 这么多年海青除了拍戏之外 都比较低调 有戏就拍 没戏就在家相夫教子 不知道观众们对海青怎么看呢 我觉得我的命好过我的努力